大家好,我叫刘树,今年23岁,大四准毕业生,上学期间一直在高尔夫球场兼职,参与举办并主持过两次大型迎新晚会。 其中有一次还邀请到了当地的诸位企业爱心企业家,并接受了电视台采访和报道。 在这里,我希望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目前的求职岗位是行政助理、营销、教育等相关岗位,亦或是各位老板觉得适合我的岗位。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好。 刘树哈。 嗯,对。 今年毕业吗? 今年,今年毕业。 烟台南山学院啊,在我们这应聘的好多选手当中好像没太听过这个学校。 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 当时是觉得这个学校环境很好,然后觉得自己想到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看看风景。 看,选学校是为了看风景? 我觉得环境对自己影响也很重要。 描述一下那个什么环境? 学校离海边很近。 看海。 对。 啊,还有呢? 嗯,绿植,绿植,植被做得特别好。 哦。 学校很大,然后。 那干嘛不去厦门大学?厦门大学更好吗? 这不,这不家,家太远了吗? 地家太远。 你是哪儿啊?河北人吗? 唐山,嗯,对。 选学校不是真的为了看海吧? 是啊。 真的是为了看海选的那个学校。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环节的时候,可能我们在boss团里面就会对他稍微有一些评判。 上大学,首先你要选择学校,然后要选择专业,然后要去为之付出努力,学习。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动机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会去做高尔夫球童的? 当时也是一次就是偶然的机会,我去高尔夫球场有一个比赛去当志愿者,然后正好缺球童,然后就把我留下来了。 音乐挣多少钱做球童? 没有固定工资,主要是看就是说。 小费呢? 对。 小费最高的给多少? 最高有一次是一天上午打了半场是给了400块钱。 你今年毕业啊? 嗯,对。 是找毕业之后的正式工作,还是实习工作? 嗯,嗯,现在是实习,但我打算就是按照全职来,就是说以后长期发展的这样。 你是英语专业啊? 对。 多少级啊? 四级。 这就是问题,上面写的四级,英语专业才四级。 你考专八吗?专四,专八,专业四级,专业八级? 嗯,专八是今年三月份第一次考,专四级。 你口语怎么样吗?有的时候没考级不重要吗?你口语怎么样吗? 嗯,不太好。 不太好?敢不敢试一试? 不敢。 不是,你英语专业的,你真的是选学校去看海了呀。 心理上确实对我专业这个方面,确实不太自信。 在自己不确定的情况下,是不愿意去就是做这些事的。 这姑娘上来以后就是一位玩玩耍耍的样子,但是一般菲尼莫属这个舞台还是很有压力的啊,那你什么动机来上菲尼莫属呢? 就是咱找一份平平淡淡的工作,享受一份平平淡淡的生活,不用跑到这个舞台上面对12个boss。 我觉得吧,这也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锻炼,因为家里,我家人是很喜欢看菲尼莫属的,我觉得在场的各位老板也好啊,公司也好,都是很能让人放心的,就是特别正规的公司。 哦,他是来看我们的,不是,谢谢你看我们啊,你不是带点东西来。 你看啊,我刚才的问题是,在这个舞台上要找挑战找压力,他的理解是另外一个领域啊,这都是正规公司,正规老板,带给你安全的地方对吧,那你可想错了,我告诉你。 没关系,那你问他你是喜欢哪家公司吗,或者你最了解哪家公司,说是你对他的了解程度。 最了解,可能优胜教育吧。 啊,嗯,你了解优胜教育了解到什么程度啊,啊,介绍一下优胜教育,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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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觉得就是,用英语介绍。 英文名是优胜。 是一个很好的优胜。 你,我的天哪,这是小学水平啊,还very good,你真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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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了没有啊,在学校。 我觉得你的大学四年真是,可能是混完的,玩完的。 不,不,也不一定要。 同意吗?你英,你,你开口都很吃力吗? 就你英语专业的哦。 她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时候,连张口的能力都没有展示出来,其实,又让我们带打折口。 姑娘,你要多少钱一个月? 嗯,四千家吧。 四千?你做囚童多少钱?有四千吗? 没有。 也没有四千是吧? 对。 有地域限制吗? 嗯,北京、天津、唐山。 稍微远点行吗? 嗯,我还是比较希望能在就是家附近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爸我妈这边想离他们近一些嘛。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结婚? 啊,我觉得你很适合结婚,生孩子,成立家庭,找一个疼你的男人,那他性格也挺和善的,对不对,然后也很有家教,就是没有什么职业的欲望。 嗯,我觉得,虽然我就是在经验上不如其他就是哥哥姐姐们,就是说,就是经验丰富,但我觉得以我的适应能力和,嗯,悟性,还有我现在初出茅庐的那种认劲,干劲,我觉得我有能力胜任一份工作,而且我觉得只有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来的图案才是最鲜明的。 你有什么遗迹职场吗? 我,嗯,刘叔,我给你一个提示好不好? 因为你职场里面从15年到现在做球场的球童,你能不能分享一段,在你遇到的做球童,你觉得最挑战的事,你怎么把它,把这事给弄明白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嗯,早上很早要起床吧。 多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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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不回答的。 或者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就是,今天大家,那个小姑娘,今天大家都把你当乖乖女了,你能不能举出一例子来,告诉大家,你有坚韧不拔,翻盘的这种能力,野心在一件事面前,举个事。 嗯,她是这样的,这个姑娘上台到现在,随缘,无所谓,所以你问她最大的挑战,不是工作的,是她自身的,就是早上起来,我今天打早场,我可能五点多就要从家出来,然后到保证六点钟到球场,我起不来,这事太痛苦了,这种最大的挑战,其他的没有。 人家有,最坚持的事情,是吗?四年看海,而且还没跳下去。 所以其实你知道吗,雨冬,刚刚你问她问题,说她最大的一技之长是什么?就是淡定,咱们都已经问翻了,她我自窥然不动,怎么着,怎么着,我告诉你,我唯一不担心的一点是,她即便今天找不到工作,她也不会有失落,这我们不担心,是吧? 你没有那么迫切想要找工作的感觉?我想 但你没有准备好啊 那你去啥呢?你作为老板,请问你会招自己吗? 会 为什么?为什么?招你干人吗? 对,我觉得我还是那种,就是挺有干劲的那一种 没看出来有干劲啊 哎,拿一个那个橡皮窟来,橡皮窟有没有 你迅速利落地把你头发扎起来,我看你跨几秒 我不扎头发 你想把哪个逼疯了? 谢谢,谢谢,高尔夫球场上必须要求求头发扎头发 对,来,计时啊 开始 你扎起来挺漂亮的 你平时为什么不扎头发? 懒 好好好,行行行行 没事,那我们选了啊 来,第一轮选择出口里 还有五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上我要踩 你们还有什么要问呢? 你是慢热,行吗? 嗯,对 那你这个英语怎么热了四年也没热出来呢? 没热好 对 你有什么觉得在面试中能拿出来说的一些得意的经历? 就是社团晚会拉赞助吧 就是,因为当时就是我们学校在就是比较偏的地方 拉了多少钱? 当时是没拉多少钱 但是我是拉了一些服装或者是当时场景布置的一些东西 你的性格是比较适合做服务吧? 比如说现在有岗位做接待工作 做服务工作 你愿不愿意? 嗯,可以 那有规范服务,有主动服务 可是今天你创造不出感动都不叫服务 那么你在你过去的这个实习过程中间 你做过一件什么事创造了客户的感动? 有没有? 你暂时想不起来 行,没关系 其实面试我承认就是没有准备太充分 我会加快去学习让自己成长起来 让自己尽快地学习到一些经验 来老张,你分析一下他性格吧 好,我们看看这位选手内向 疑人性得分不高 他这个疑人性得分不高呢 主要还是出自于内向 他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不大敢或者不大愿意跟人家去搭话 所以呢就显得在人群当中呢 他这个疑人性不高 还有呢,情绪稳定性得分也不高 这表现在他的笑点和泪点都比较低 他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找工作呢 动机在和生活匹配 第二呢,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这个是一致的 很明显一个自我评价不高 主动性也是中等 特别是在这个能力自信方面 得分非常低 给他的评分是六分加 姑娘 大家伙都把你当小孩一样 虽然乐呵乐呵的 但其实挺尴尬的 你们觉得吗 就到现在为止 没看出你什么职场技能 不是乖巧 不是说长得漂亮 不是说一两句小笑话 他就会喜欢你的 长期的交往当中 你还是要产生自己的价值 接下来他们留不留等 我管不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吗 第二轮选的 还有四人呢 来 推荐职位的时候 其他的你写价格 来从爱玲开始 给你推荐的职位 是做行政助理 各个部门你都会接触到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你的这种脾气跟性格 很容易让对方很难发飙 所以我们的团队里面 正好有一个岗位 叫做艺人的经济助理 我觉得其实你仿佛 还比较适合地点在北京 谢谢你 做艺人的经济助理 可要有眼力见 是 因为我发现 其实你挺适合 我们的一个什么岗位 就是学生的接待 和日常学生的管理 我觉得这点 还是挺适合你的发展 就这个北京 谢谢你 来 贾君 那我们有一个培训的中心 那我们这里有个班主任 你可以最快的能够把一个日常的工作 用你的耐心 用你的态度 用你的坚持把这个工作做好 谢谢你 灭两盏 留两盏 对吧 谢谢你 谢谢你 不如什么主任 今天那么好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很帅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来 有请爱玲 王琪 谈前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没有 好吧 来 把另外两盏灯亮起来 甲军和宇宫 来 把牌子拿下来 看看你们的薪酬是多少 4000 甲军4000 两个是一样 你可以考虑一下 让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来代替台上的某一位 考虑1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的答案是 就是东方二鹰替换换乐唇 什么都没发生 怎么开始你不选他 你现在要代替乐唇呢 我觉得教育可能更失望